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这次在花式捡到一颗这个 这个是章鱼 树兰的品种之一 你看它的小章鱼 它的花是这样倒过来的 那为什么会买它呢 其实我真的 我以前有很久很久之前有种过 那后来就没有种过 但大部分看到章鱼没有这么粗大 这个筋这么的粗 就很特别的章鱼 那可能是个体的关系 可能是养分的关系 我们大部分看到章鱼都细细瘦瘦短短的 就是没有那么的夸张的粗 那章鱼呢 这个品种是树兰的一种品种 属于中兰美洲的品种 算是入门者的品种之一 算是好重好养的 但是就是没有看过这么粗壮的 所以这一次买回来 就是特别因为看到它粗壮 所以还买回来 你看那个筋 真的是粗到一个很夸张的地步 基本上大部分的章鱼 章鱼有分成大章鱼 小章鱼还有什么黑章鱼 反正很多种品种 那大章鱼呢 其实之前我在那个 有一次的比赛里头 有看过那个很大很怕盆的大章鱼 那种种十几年以上的 很夸张 那一次在里头得了很高的分数 就是在那个美国的蓝蚁协会的评分里面 那这个呢是小章鱼呢 小章鱼呢就像小小的花 那像这个呢 是今年我问老板老板说没有开得很好 因为就是两朵对不对 这有时候它可以开很多啦 那这个有多花性的也有不同品种 反正市场上还蛮多这种品种的 但重点就是没有看到粗的啦 所以呢 这次特别看到粗的 所以把它买回来 那里头种的是粗料 我到时候还是应该会上版吧 因为这里面粗料还是种的不是非常的好 因为水太多啦 水太多会造成烂根 就粗料也会有一些 除非因为粗料大概一天到两天浇一次水 那我是是每天浇 所以我这边的湿度比较高 而且比较容易因为湿度太高 根部会烂掉 所以呢在处理的话 还是上版是最安全的 那基本上这种兰花很好种 树蓝需要光线 它跟加德利的兰以前还曾经被分在同一类型里头 后来被独立出来了 那树蓝的品种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大型的小型的非常的复杂 那小型的可以到非常非常小的程度上一个版 就小小的比这个花还小 那大型呢 这个还不算大型 还有更大型的 树蓝还有超级大型的 所以呢树蓝品种 其实这几年在台湾呢 其实还蛮多品种的 慢慢的进口以后 你会发现那个品种越来越多 还蛮有趣的 那当然有些还是种不活 有些可能是高山的品系 那这个章鱼类的就是平地的品系啦 所以就是如果你要种的话 就不用那么担心 因为它好种好开 而且就像一只反的章鱼一样 很可爱 就是长成这样子 那市场上常常会看到 而且价格很便宜 章鱼蓝是好种好养 所以价格比较便宜 但是这个粗度 我那时候刚看到这个 这么粗壮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 加德利亚蓝的其中一系列 或者是哪一个兰花的一种 其中一个系列 因为大部分都没有这么的粗壮 那这边已经分好几路了 下面就是它的结晶 你看它结晶一直走路 对不对 因为往外走 它已经分了好几路 像这个新芽 应该有三路到四路的程度 所以这个会越长越快 如果你种得好的话 它会越长越大颗 而且越长越快 兰花就是这样子 是大颗有大颗的优点 虽然比较占空间 但是它会越长越快 可能一个季就可以来 一年就可以来个 四只牙五只牙六只牙以上 那下一季以后 就可能就变成再翻倍 所以兰花就是越大颗 它长越快 养分越多 而且路数会更多 所以在种大 像我都比较喜欢把它种大 因为种大以后 它的成长 如果你只切一个牙 或者是两个牙回去 你会发现一年就可能只长一个叶子 或者是两个叶子 速度就蛮很多 但是像这种十几牙的这一种 可能一次就可以来个 这边有一个 这个是新芽 两个 三个 四个 四个 那这边还有一个五个 所以它有五鹿 变成五鹿以后 它一年可以长五个牙 然后可能隔年又变成十个牙 类似这种概念 所以理论上种越大越好 OK 好 这个就是树兰的其中一种品种 很可爱的小章鱼 算是蛮入门的品种 那这一颗的颜色比较绿一些些 有些那个小章鱼的颜色没那么绿 好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